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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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地拉高音量前交通部长叶匡 touched 会这么生气 不是没有原因 我觉得这是个很愚蠢的说法 如果要搓银鸭汤 应该不是这样的搓法 虽然否认没有搓汤圆 但外界却把矛头指向他 在担任洪秀柱办公室顾问时 为了顺利帮党中央 调调洪秀柱 向国民党秘书长李四川 预借三千万 这是经过一两个月的过程 我们一直在讨论 所以怎么样做这件事情 我也当然有跟柱姐讨论过 那真正这个支票开出来 也是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 才开出来 也就是说柱姐本人同意了 在当时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一再解释 碍于洪秀柱阵营经费不足 最终只能向党中央低头借款 耿再再强调柱姐本人都知情 只是卡在换柱风头下而拒绝 却狠狠遭到红伴否认打脸 我不清楚 这个应该问去问柱姐跟柱姐的发言人 眼界换柱事件越演越烈 叶框石前晚还在脸书上特地澄清 却遭民进党质疑是隔空串政 隔空串购是一个误导的 这个混淆视听的说法 我又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确实是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厘清的 我们也希望相关的当事人 跟司法单位共同来把这个事情 能够做一个厘清 我们党原本算盘打得惊 以为换柱就能让军心大震 谁会料到换柱之后 反倒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谢谢简介书李佩珊台北报道 好 这个叶框石说没有这样子什么穿供的 那么也没有这个所谓的 除原子当的方法会是这样子戳法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所看出来的 呃呈现出来的局面是怎么样呢 好像有一股很浓很浓的怒气哦 在这个红阵营呢 陆陆续续在进行反扑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看看苹果日报的深度的 这个采访的报道 因为叶框石他怎么讲呢 他说他在脸书上爆料 选举经费不足 所以他跟红秀柱协调 决定先向党部支借经费 是借哦 那么国民党民事长李四川 在4月5号给他了一张3000万的支票 红秀柱认为不宜收 他傍晚就把支票还给了国民党了 他还强调在内部会议当中 都告诉了主要干部了 这是他的说法 但是接下来一一遭到打脸 我们当然来看看 红秀柱的友人告诉了苹果说 红秀柱从来就不曾要求叶框石去借钱哦 奇怪的是原本党中央都不愿提供经费 10月3号党主席朱立伦还劝退红秀柱 10月3号两个人见面了 根本就要把红秀柱给劝退 再来看4号国民党中常委提案要开零全会 5号叶框石怎么会主动去跟李四川要这3000万呢 红秀柱对于叶框石的行为事前都不知情 当天立即要求叶框石返还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是干嘛的嘛 所以这一千万三千万的支票就说你赶快拿去还吧 就连叶框石要po文 红秀柱一样都不知情 那么到底有没有开这个所谓的会议哦 那么有没有告诉主要干部说要去借这3000万呢 我们再来看看红银干部说 叶框石从来就没有向内部提起这件事 是看到鬼吗 好这个鬼又出来了 那么现在怎么会扯到红秀柱跟他去挡戒钱 真的是让人傻眼 为什么再这么说还倒打了叶框石一耙 这里特别讲到说红秀柱阵营非常的相信叶框石 所以呢都不曾过问过有关于经费的事情 都是由叶框石来做经费的和销 未料啊国民党正召党主席朱立伦之后 叶框石就先跳船跑到了朱阵营 才真的让红阵营傻眼 好这件事情我想啊 全国观众心里中有一把尺 到底有没有搓原子汤 我想每一个人心中其实都有答案了 但是寇姐我一定要帮叶框石讲一句话 就是说我肯定他没有隔空篡正 因为篡正没有篡成这样子 到处都是漏洞的 但是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目的 目前看起来还是很鬼怪吗 我讲的鬼是那个言字编的鬼呀 不是说看不看到鬼 我认为洪秀柱副院长如果光明正大 他的下半辈子的政治人格 还要经得起检验的话 他应该立刻召开记者会 而且要拿出一些证据 证据是什么呢 就是人时地物嘛 因为现在这三千万 我可以保证这个比宇长案严重一百倍 这个案子继续下去 绝对有无法这个来这个相符合 或者是没有办法说得清楚 讲明白的地方 他将来就像一个毛线球一样 会越扯越严重 那这个对朱立伦的选情 甚至于对整个国民党的选情 我想也超过新票案吧 国民党当局不要掉以轻心 今天洪秀柱的友人 所传给苹果日报的这则消息 到目前为止 洪秀柱本人没有否认 通常我们采访新闻 如果敏感时刻是 以友人的名义写的时候 通常我都会跟对方说 请你用我的友人身份讲 我不是我怕洪秀柱告 他太喜欢告人 通常如果这个洪恩正有什么事 不愿意用自己的名义出来讲 不要坦发我 讲一堆 我举例嘛 从新闻角度来看 这则消息 《贫困日报》的今天这则消息 显然真实度非常非常高 对 那真实度非常非常高的情况之下 那夜框时就说谎 那夜框时为什么要说谎 夜框时说谎 很可能是现在说谎 也或者是以前就说谎 不管怎样 这张三千万的支票 请你中国国民党把它拿出来 秀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因为支票要注销的嘛 对 支票它开出来之后 它在那个支票本上 它不会不见的 它有存根 将来银行还要那个 这个来一行 这个要求你交回去 要有各种不同的处理的方法 那你请你告诉我 你那个是几月几号开的 而且它一开始开的 就是什么政治现金账户吗 这里面有太多 无法这个告人之处 那这个地方 今天很清楚的是 红秀柱说 我没有叫夜框时 去跟对方要钱 所以红秀柱没有要 借钱这件事 也没有要工作费 他也没有 任何都没有 那看起来红秀柱当天的退钱 这是唯一的事实 对不对 夜框时的脸书 跟红秀柱的有人的说法 就是夜框时确实在 十月五号拿了一张 三千万支票给他 但抬头是什么不知道 然后就给他之后 那红秀柱不要 而不要夜框时就拿回来 还给刑管会主委 那到底那张支票 是李四川直接给他的呢 还是朱立伦叫李四川给他的呢 还是朱立伦 这个不知道的 叫李四川给他 现在都没有说清楚 其实寇姐这么大的事 我相信是共谋了 不可能会是其中某一个幕僚 单独做的事情 管他是不是共谋 这就陷入了当年的新票案的问题了 以前那个新票案的半夜上演 那个连续剧半夜三更的 这个宋先生就开记者会 我记得第一天 对那个是严荣昌吧 是不是以前的新闻局的副局长 那他第一天上一个节目 那叫全民开讲 那第一天 这个钱是哪来的 长辈给的 我后来碰到他 他每次 近几年我还碰过他 有一次我们在仁安医院 等挂号 那个领药 结果就碰到他 还讲到那个往事 他还非常的生气 那长辈给的 跟这件三千万的这个支票 他的爆炸性 没有吗 朱立伦主席啊 你还是先把这个事情 给处理一下吧 否则最后你们呢 国民党会没有总统候选人了呀 对 其实长辈给的 在法律上顶多只是他 顶多是一些道德的问题 就是说你没有交代 你的钱的来由 但是搓原子汤是犯法的 巧新 现在这个 中国国民党内部 已经开始在准备 林全会的相关议程了吗 没有 其实我上次来 有谈过这个三千万的事情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 叶匡史部长 他的这个脸书文 那我看了他的这个脸书文之后 有一些轮廓 我比较清楚 他的状况是什么了 那确实我觉得那脸书文里面 有一些小的错误 那我待会一个一个来讲 但是我先讲说 这三千万 他的这个会有这个中央 去补助三千万的经费 是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如果他是十月十七号才开始的 那他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回过头看 其实是在九月 九月十号的时候 有媒体报道说 中央党部去砍了 洪秀柱的经费 然后是说 他们很多下乡的经费 都是要这个一笔一笔的来核销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之后 我们就两边就有开始讨论说 那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好 来处理这个经费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大概在九月十号 洪副院长他上UDN的专访的时候 他也直接在这个电视前面 他就讲到说 希望国民党可以提供 更多的资源与动员 有这句话 那所以说呢 后来呢 这个党部跟这个红伴 这边就达成一个协议 就是说 未来呢 会有选举补助款嘛 可是依照这个总统选举罢免法 就是说我们这个补助款 一直以来都是国民党来领取的 所以国民党会领取这个政党的补助款 但是不会发给候选人 这是我们的惯例 两次的总统大选都是这样 那但是呢 因为这个钱 原本就是要给政党 去帮助候选人的 所以我们会从里面 由国民党拨一些经费 直接投入给洪秀珠副院长 这边来进行复选 所以是有这样的过程 那那个时候在电视上面 不管是我 那时候是红伴的发言人 或者是其他党部的 都有讲过这样类似的说法 那在节目上 有很多人有转述过 是在九月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 那再来就是说到十月十七号 这中间有一些沟通的过程 所以这个钱呢 到十月中的时候 十月初的时候 他才变成是一个三千万的经费过去 那也要注意到的是 他如果是给到 像叶匡时部长讲到 是给到政治现金专户 那他不是进到洪秀树副院长 他个人私人的户头 那这会有一个差异 因为第一个 政治现金专户 他就是提供给国民党的候选人来使用的 他的选举经费一定要用在选举上面的用户是辅选 而且你的经费你都要去做记录 不可以直接你要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你要买豪宅可以 这个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所以说这样的做法也是 国民党也没有那么笨 如果你真的是收鸭汤的话 我干嘛不给到洪秀树的这个竞选金 自己的户头里面要给到政治现金专户 小青我跟你对一下 我跟你对一下时间不太对哦 因为现在看到洪秀树的友人 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了苹果 有关于他的时间表 我们来看一下 十月三号的时候 其实朱立伦去劝退洪秀树 而且那个时候媒体就已经消息说 这个朱立伦要出来担当一切了 也就是说朱立伦决定要选了 好四号国民党中常委提案 已经说要开林权会了 就是说洪秀树在这个林权会当中 就要被换下来了 那么怎么会五号夜空时会主动的去 像李四川要三千万呢 李四川那时候怎么可能又给他三千万呢 然后我们再看到五号发生这个事之后 六号凌晨 也就是说在这件事发生之后的那个半夜 那才真的叫做三斤半夜 端杯咖啡 洪秀树在脸书上面写什么 他说他绝对不会接受 用任何的资源被交换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完全都不容 这不是九月初的事情 就是说竞选经费的补助是一回事 是从九月的时候就开始讨论 然后在十月的时候 这个是否总统候选人的补助 所以怎么会十月五号给 对所以是从九月的时候一直讨论 然后包括你的金钱 金额包括你的做法 然后十月五号的时候才有这笔钱 那我刚刚讲到说 这个文章里面 有一点点小错误的地方 是他不是借钱 不是跟国民党借钱 如果说跟国民党借钱的话 就代表说我之后要还给国民党 可是我刚刚的讲法很清楚 我在九月的时候就这样讲 是说从这个未来的竞选补助款里面 因为会有这个应该要补助给候选人 所以里面其中一些费用给总统候选人 那十月十七号这个是 就是说要换住这个 是国民党这方面 他如果要行动的话 跟在十月十七号 林权会决定之前 他还是我们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这是两回事 所以那时候有记得吗 有谈到归贱的事情 就是我们几个好像要归贱 可是我们马上出来说没有 为什么我们要说没有呢 为什么我们还是持续在那边帮忙呢 因为洪秀树副院长在十月十七号决定之前 他都还是我们的候选人 所以所有的辅选 或是说所有的资源 所有的经费的运用还是照常 小心我们在十月三号四号五号 那几天的晚报或是早报当中 都已经看到党部人士说 如果洪秀树不欢下来 所有中央党部的重要干部 全部都要辞职了 在那个时候李四川 为什么会突然给一张支票给 叶框是说你现在拿去 噢噢竞选经费下来了 那时候朱立伦已经要选 要开林权会要换住了 确实那个时候是党中央 这边开始做出一些决定 这个是一方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十月十七号 以前洪秀树副院长是我们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所有的经费 所有的人事 所有的资源要继续的运作 这个也是党中央的共识 好巧新我想观众朋友的疑虑 就今月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驿注洪秀树 你在刚开始的时候怎么没给 到了要把它换掉的时候 才给 其实都有给啊 但是方法不一样啊 因为先前都是 先前都是核销 我自己在国民党的部门里面 我也有经费 是寄注到洪秀树办公室 这边的 但是是我一比一比的去签 就是说这些经费 那洪伴需要一些器材 我就来签这个经费 可是确实 国民党并不是在先前都没有提供 你现在讲的问题又来了 因为洪秀树的有人 甚至我们刚刚看到洪伴 是怎么讲的 洪伴是说 所有的这些经费 都交由叶框时 在进行处理 所有的钱 也从来就没有问过洪秀树 洪秀树也从来不过问 但为什么独独这笔钱 叶框时拿了之后 就要去交给洪秀树 你要不要收 因为其实我要讲是 这篇报导里面 有讲过说 其实我从来在电视上 我从来没有批评过洪副院长 或是洪伴 但是我觉得在这篇文章里面 有还蛮多的是 有点放话的兴致 还有一些情绪性 对 苹果这一篇 对 有人 因为他里面讲说 洪莹干部说 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是看到鬼吗 那为什么我会知道 我身为洪秀树 竞选办公室的干部的时候 我在九月十号 那天我记得我在节目上 连晃哥还跟我同台吧 我印象中 我就直接讲了说 有这个竞选经费的讨论 未来要采用这样的方式的事情 那我都知道 发言人都在电视上讲过了 要嘛这个友人 他是不够核心 要嘛是你没有看新闻 再来要嘛就是故意这样讲的 就是这三种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篇报道里面 确实叶匡时部长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 里面有一些小的瑕疵 我刚已经讲过了 这是有点问题的 但事实上 比较接近是我刚刚的这个讲法 那跟这个洪秀柱的这个所谓友人 他讲说是看到鬼吗 我觉得这句话有点过头了 那我们再来对一下原始十第五 因为叶匡时说 他拿到这笔钱之后 有在内部的会议当中告诉大家 你是重要的移民幕僚 你有没有在这场会议当中 你有听到叶匡时说拿到这个支票吗 我没有听三千万这个部分 第一个有一些的会议 我其实没有参加的 就是说最高层的幕僚的会议 那你有听说任何的幕僚有参加到这个会议 有听说过叶匡时讲这件事吗 我没有听过这个三千万这个数字 但我确实知道竞选经费的运用的方法 是这个样子的运作方式 所以即便他不是三千万 是五千万 是八千万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都是先前九月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样的经费 OK 巧欣 我的问题是说 十月五号那天你没有去开会 还是红伴没有开这个会 我大概在十月初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是林权会的筹办人员 所以我有直接跟主任那边讲说 我要自请回避一下 因为他们在里面讨论说 接下来林权会的战情 那我又是筹备人员 难免人家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两面都有什么 所以十月五号的会 我没有参加 我不确定他在里面 有没有讲到三千万这个数字 所以我只能讲说 在这个做法运作的方式上面 我是九月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巧欣讲的这个事 我们也都知道 你讲的合理 就是说九月中的时候 就已经有跟长中央说 然后长中央说用那个先知 先把补助款的东西 先给你这件事情 对不对 你讲的跟我们对 叶匡时的质疑是两回事 它是两个平行线 那你讲的我们也接受 但是叶匡时昨天所写的 这个事情 没有今天的洪秀柱友人 今天在报上所登出的这一段 都已经漏洞摆出了 何况是今天的友人 所以叶匡时自己要先说清楚 红伴要说清楚 这个我觉得跟这个巧欣他们这一层的干部是真的完全无关 这个可是如果今天这个红伴的红秀柱友人讲的话是有问题的话 那我觉得叶匡时也应该出来告人啊 所以这件事情麻烦大了 我觉得除了叶匡时要说很重要的是国民党中央也要说清楚 因为刚刚金玉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十月七号中常会已经提案换柱要开林权会 没有道理 十月五号我还拿三千万 而且十月三号红跟朱师师破连 已经谈过要他退选了 是师破连的 他们是生气的离开的 这个完全违反我们的经验法则 我无所谓自保不自保啊 因为我是在堂堂正正做事啊 有什么好自保的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别人有没有录音档 我是不会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是 是 这种无聊啊 这种没什么 周り få 这种无聊 其实我们 Athens 我们都是读兴机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